西游记里面的唐僧、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沙和尚这些人都是真的吗? 唐僧也叫唐三藏,他就是中国历史上唐朝的一位很有名的和尚 他曾经离开了中国17年,自己去了印度学习佛教,把佛教带回了中国 也把他带回来的很多本佛经翻译成了中文 三藏从小就做了和尚,他非常喜欢读佛经 可是因为在那时中文里的佛经很不完整 唐僧很快就把他所找到的佛经都读完了 可是读完了以后他还有很多问题,没有人可以给他满意的答案 三藏就决定他自己去印度学习 佛教,他过了高山,过了沙漠,到达了印度在那里学习五年的佛教道理 很快就成名 这个故事就传到了很多国家 很多人想跟三藏见面听他讲经 在这时 三藏就去了很多国家 在很多国王面前讲经 到这时 中国的皇帝就听到了这位文明的和尚 唐僧就回了中国 在那时得到了当时皇帝的支持 把所有带回来的佛经都翻译成了中文 他也写了一本书告诉别人 他去印度一路上看到所有的事情 这本书后来被 吴承恩 写成了西游记这本小说 孙悟空、朱伯介、沙和尚这些人都是后来家的人物 真正迄今的故事还被流传到今天 如果能够了